上次議員 最近我們今天要共同 如果我們民主黨既然要說法 說共同 在成區委員會之前被封殺掉 民主黨看似這樣的重點 我覺得這個還是顯現出來 國民黨跟馬總統的立場不一致 同時也反映出馬總統對公投的態度 其實不是他真心誠意的推動以公投 來保障臺灣的民主 來保障臺灣的主權的心意 我們覺得很遺憾 昨天國民黨封殺了民進黨的提案 讓我們把公投制度落實在法律上 讓我們以臺灣的民主 來保護臺灣的主權的觀念沒有辦法落實 我們也希望臺灣人民 大家能夠朝這個地方來共同努力 告訴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需要改變臺灣的法律 讓我們以民主的機制 來保護臺灣的主權 可以落實在我們的法律上面 而我們有一套法律的機制 來處理兩岸政治協商的問題 我們真的覺得任何的總統 候選人也好 或者現任的總統也好 或將來的總統也好 其實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就是要保護臺灣的主權 而兩千三百萬人共同來決定臺灣的未來 這個是一個不變的法則 而且是一個臺灣絕大多數 幾乎全部的人民都同意的事情 那麼任何的總統都有義務 來體現這個共同的心願 而且把它落實在法律上面 好 謝謝我們先請那個華氏的會親好 來靠近一點好嗎 主席就是國民黨在丟出了兩岸議題之後呢 這個也使得我們兩黨的民調拉鋸 拉近到只剩下4%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條件之下 秘書長今天要公佈他的財產 那你覺得這樣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選情 不會 我們基本上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那國民黨也應該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 那這個選戰在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評估裡面 還是一個非常接近的選戰 從第一天開始 他就是一個非常接近的選戰 我們預估到最後一天 也都是一個非常接近的選戰 所以這中間的這些起起伏伏的民調 其實看看就好了 不需要太過於興奮 也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家應該做的事 自己去把它做好 最重要 是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請那個東森會廷 想問一下 就是你怎麼看 有電視台打電話到南部的 立委的辦公室 然後據說去揍手術的連署出 那以後 就是我們的打公室 真的是有說被提供 那你怎麼看這個新聞報導事件 我覺得這個新聞報導事件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 我覺得新聞媒體在處理新聞的時候 應該要遵守一定的法則 而這個 如果媒體自己本身都有法則 而沒有遵守的話 那我們也覺得很遺憾 我們也希望 新聞媒體在處理新聞的時候 要遵守新聞的處理法則 跟新聞處理道德的規章 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民進黨的態度很清楚 我們中常會也做了決議 就是我們的黨公職是不能夠去參與聯署的 那這個持續是我們的立場 好 那真的會掉心態嗎 其他的事情 我們由我們的發言人來說明好不好 好 謝謝 那主席因為還好幾個行程 要馬上 我們再一次的來 給主席加油 給主席打氣 好來 蔡英文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雙和地區所有的好朋友